然後呢 你們就假學術之名 然後呢 因為你們 有孔中的情節 所以你們要來反對這個案子 那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的回應是說 那我們是有學術外衣 好歹我們有學有術 講話也是有論據的 可是到底有沒有成見呢 這是不是一個公眾議題 當然我們都很願意在各種場合不斷的去講 顯然這是一個公眾議題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當然很好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台灣社會現在不討論公眾議題了 我們不怕其實是可以 用各種場合或其實透過更多的個案 激發大家來討論這些議題 所以完全可受公平 那到底是不是一小群人 那其實在去年底的公民連署的時候 已經有三千多人連署反對這個妄中案 那包括台灣長期關心媒體改革的美改社 也都反對這個詬病案 所以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望中集團 他要買台灣的有線電視的系統 那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線電視的系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們家可能每個月要交五百塊或五百五十塊 給有線電視台對不對 這樣你們家才能看得到有線電視的節目 你們付費的那一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有線電視的平台 好 那這樣子各位可以想像 他跟你們的關係有多密切了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呢這個平台呢 他今天不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各位就看不到有線電視 當然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其實不看也蠻好 蠻清淨的 那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為什麼我們關心一個媒體 他今天本來是一個外商公司 一個私募基金 他叫中家集團 他擁有台灣的三分之一的有線電視的系統 也就是台灣三分之一的收視戶 基本上都要繳錢給這家公司就對了 那我們為什麼關心說 這家公司他今天的老闆 可能從一些一群外國人的手上 要轉換到蔡衍明的手上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麼重要呢 因為可能蔡衍明接手之後 他會說 我不會找你的收視費啊 應該是啊 他最好是不要 而且因為主管機關他也有對這個 我們的收視費也有做上線上的管制 好 可是為什麼我們這麼關心 其實我們關心的是說 這個媒體他的所有權的移轉 他會造成他內容上面的影響 然後呢 這個影響的嚴重性呢 他會影響到我們的新聞品質 跟一個民主社會的 對於言論多元 跟公民資訊 跟參與的管道上面的影響 所以剛剛講到嘛 雖然我們被人家說是蛋頭學者 可是好歹我們講話有一點學術的基礎 所以好 我們只好這個 岳陽曲經稍微用一下 一個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憲法學者 叫做Edwin Baker 他在談說媒體集中和民主的關係的時候呢 他其實就講出三點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一個就是其實民主社會的基本運作 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權力不能集中 所以當一個政府他擁有在一個主權國家裡面的 這樣的管制的權能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要求要監督政府 對不對 那同樣的 那同樣的 其實私營部門的運作 或者是媒體的運作 他也應該是一個權力分散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 而且我們也 所以Backer他也認為說 那媒體所有權分散呢 他才能夠有效的監督政府 避免權力的濫用 就假設今天如果台灣的媒體都跟蔡衍明一個人所有 然後台灣的執政黨是 國民黨的政府 是蠻有執政 那蔡衍明只要說 我愛台灣 我支持國民黨 這樣子 那全台灣就只有一種聲音 OK 所以Backer他就認為說 即使媒體他也應該要所有權分散 因為所有權分散 他會反映出來 至少你有很多不同的利益跟意見 才可以在媒體的內容上呈現 那第三點 他也認為說 大型的媒體企業呢 他會過度的重視獲利 而因此犧牲了新聞品質 跟公民的真正需要 那等一下我會透過這個望中個案裡面 曾經出現了幾個他們的新聞表現 去論證 去印證Backer他所談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其實台灣的政府呢 終於在最新的一份人權報告裡面 也反映出 針對媒體所有權集中的一個疑慮 那總統府才公布的國家人權報告書裡面呢 他就有講到說 財團以雄厚的資金跟各種方式 不斷擴大媒體版圖 將會嚴重導致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的不良結果 當然他沒有講 他非常的含蓄的說不良結果 那到底不良結果是什麼呢 那其實在我們非常多的研究的論述裡面 其實不斷地去反覆去論證的就是說 當一個媒體集團過大的話 他會威脅所謂的言論市場的多元 他會威脅這個媒體他在市場上面的公平的競爭 那當然進一步的就會影響我們的消費者跟 閱聽大眾的權益跟公共利益 好 那我們的國家人權報告書 做了這樣的一個原則性的宣示 可是到底我們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保障了我們閱聽人的收拾的權益呢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question mark 好 那回到旺中的這個個案 為什麼台灣的學界尤其是傳播學界 這麼樣的關心這個個案 那我們可能要先來看的是說到底 我們講說旺中他會變成台灣的一個媒體巨獸 這個巨獸到底有多大 那首先這個購病案本身 它的市場的交易價格有762億 762億非常大的一筆金額 那這一筆金額呢是亞洲近五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個媒體購病案 那我們就稍微想像一下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旺中 當然大家知道蔡衍明在賣米果對不對 好 那所謂的旺中呢 就是旺旺這個集團他旗下所擁有的這一些媒體的規模 簡單來講我們會說他叫做跨媒體 就是他不只擁有一種媒體 他擁有很多種媒體 而且他的這些多種的媒體呢 其實在這個個別的媒體市場上的佔有率 都是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所以他有報紙有雜誌 無線電視衛星電視網路 那現在呢他又要來進入到我們台灣的有線電視的系統 那我給各位一個表 可能各位就要明解 原來我們不認識旺中沒關係 可是我們總有看過中天新聞台對不對 或者我們總有看過中天的娛樂台 綜合台 比如說大家很愛小S康熙來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總有聽過東森 對不對 東森有新聞台 綜合台 戲劇台跟電影台 然後我們還知道東森還有購物頻道 那我們好歹也知道有一家報紙叫中國時報對不對 有一家報紙叫工商日報 然後也有時報週刊這樣的一個雜誌 那最後面這個紅色的字體呢 就是現在望中他要進一步買下中家的 這個十一家的系統台跟三家獨立的系統台 那這個表所要揭示的就是望中集團 他將要擁有的媒體版圖 在他還沒有正式的經過NCC 通過可以買下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的時候 他已經擁有前面這幾個黑色字體的這些媒體通路 那可以想像他的規模有多大 因為台灣呢 其實現在台灣現在只有幾家商業的無線電視頻道 我們有中視我們有台視跟民視 其實台灣現在只有三家無線的商業的電視頻道 那望中他就佔了一家 然後呢 我們的報紙號稱我們有四大報 全國性的報紙 他就有其中的一家 然後呢 我們有六家二十四小時的新聞頻道 他也擁有其中一家 所以他其實對台灣的媒體的 在這個言論的影響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 第一個他的市場規模這麼大 那第二個是說那NCC拖這麼久怎麼還不決議呢 因為已經一年四個月了 那所以這個問題到底是 是我們的政府很沒有效率呢 當然望中會這樣子講 那是不是因為這個過程裡面呢 也出現了財團施壓的問題 還是說是因為我們NCC委員沒有擔當 因為三個人都說我要退出這個審查 所以現在七個人裡面只剩下四個人 不知道該怎麼審 那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最後他們會 他們決定的意向會是什麼 那還是說都是外面你們這些人在吵吵鬧鬧 所以製造太多的雜音了 所以很難審 那可是呢 如果從制度面上來看呢 透過這個個案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台灣的法律跟政策的工具呢 其實都是不夠的 甚至於是說 當然最後的問題還是出在我們的政府 到底政府的傳播政策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還看不出來 好 那在過去針對這個個案裡頭的一些論述 或者是這個星期一的這個非常有趣的 蔡衍明先生的這場公聽會裡面呢 我們就聽到非常多好玩的論述 稍微來釐清一下 那蔡衍明一直講說 我是台商啊 我歸於返鄉 我在中國賺那麼多錢 我很想回來對不對 回來愛台灣啊 而且他們也大登廣告說 請幫助我們收復國土 他指的是說 我今天要買的這個有線電視的系統 他是個外資啊 那我是本土的台灣人 而且我在公聽會公開場合 我都喜歡講台語 你們為什麼要阻止我 來收復國土 那這裡有一個非常tricky的地方是說 蔡衍明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們講說 我是用外商的身份回來買台灣的媒體 好 所以蔡衍明他是台灣人 他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是宜蘭人 可是為什麼 他明明就是大股東啊 他擁有這家公司的控制權 為什麼要用一個外資的身份 層層轉投資呢 好 那這個呢 是旺中他本身的 他要來詬病中亞系統台的一個 非常複雜的層層轉投資的結構圖 那我在這邊不一一做解釋 因為這太複雜 我只要讓大家知道說他有多複雜 那各位可以看到最右邊的這個最上角 終於看到蔡衍明的名字了 那他持股的控股公司呢 是一個叫做Hot Kid Holdings Limited Hot Kid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 好小子 好小子的一個這個控股公司 那這家控股公司呢 他是一個標準的這個外國公司 因為他是登記在這個 英屬開賣群島的一家公司 所以各位如果有注意到那個 禮拜一NCC的公平會的時候 每次蔡衍明輪到他發言的時候呢 那個司儀一定會說Hot Kid Holdings Limited 公司的代表人蔡衍明先生 那個請發言 好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需要理清的 因為這裡會牽涉到我們的法治上面 我們怎麼樣看待外資跟本土公司 在管制上面的差異 好那另外一個呢 那這個旺中啊他們也講說 那我們就只是要買一個有線電視的平台 你們為什麼要一直批評我們說我們的新聞很差呢 你為什麼要牽托到我們的新聞對不對 那蔡衍明也很無辜啊 他說我本來想說我朋友告訴我說 台灣有線電視系統可以賺錢啊 我只是要回來賺錢而已 然後他兒子蔡超中也講說 那旺中要買中家其實沒有擴張我們的媒體規模 可是這個問題就好玩了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那你擁有一個媒體的通路 跟這個通路上面他能夠流通的內容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舉一個最近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伊電視也出來控訴說 我本來都可以上台灣的有線電視的這個平台 結果因為蔡衍明一個人反對就破局了 那台灣的一個經濟學者施俊錡 他長期研究有線電視的這個所有權 他說很清楚掌握通路就會掌握這個發生權 欸抱歉我的前言好像拖得很長 所以那個已經舉牌告訴我說只剩下三分鐘 好 那要講的是說其實旺中的這次的購賓 他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只是一個通路業者的所有權的轉換而已 他影響阻擊是說台灣一個現在已經有很多媒體通路的老闆 他要再繼續擴張他的媒體的版圖 好 那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要來想說 那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我們能夠容許一個人或一家公司 他可以掌控多少的言論 好 那這一家公司他過去的言論是什麼 那他也明明說我很愛台灣啊 我如果不愛台灣地方你們只出來告訴我 好 所以我們就只出來告訴他說 好 來第一個 那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台灣過去幾年我們一直在反對 在新聞裡面做置入式行銷 那我們的法令預算法也通過修法說 任何的媒體他都不可以怎麼樣 政府他不可以撥預算來做新聞的置入式行銷 那媒體當然也不能夠接受 那可是呢我們就中國時報呢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幹嘛 那我不賣新聞給台灣政府 賣新聞給中國政府 不可以 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賣新聞 而且已經這個證據都已經被抓出來也報導過了 那另外一個我們其實也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是說 你是媒體老闆 然後你又說其實我也不太懂媒體啊 我在台灣的時間也很少 可是你的決定權絕對是絕對的 因為你今天要換掉一個總編輯輕而易舉 所以蔡明她自己呢 在華盛頓郵報專訪裡面她也講說 她換掉夏真呢 是因為那個中國時報那時候寫C咖冒犯了陳雲林 她說冒犯了許多人而傷害到我 所以傷害到老闆的利益的情況之下呢 她可以就是說隨時要這個集團裡面的高層主管 就可以調職 那這些嚴重的新聞的 我們在現在結構上面所面臨到的媒體的集團 不斷地擴張她的版圖跟集中化 還有我們發現說那這些媒體集中呢 其實並不會改善台灣現在的新聞跟媒體的內容 那另外一個結構上面制度上面的問題是在於說 顯然我們的法律的工具是不足的 可是我們的通訊傳播基本法呢 我們的NCC的組織法 我們的有限廣播電視法 其實都講得非常的棒啊 開宗明一第一條都說 我們要這個促進台灣的傳播的健全發展 要維護國民的權益 要提升多元文化 要保障公共的利益 其實這幾個法律裡面不斷地質疑的都是 我們的傳播管制應該是要保護這一些利益 好 那可是呢 進入到以這個蔡英明這個個案來講 一個有限電視的系統的所有權的轉換的時候 我們在法律的具體規範上面呢 其實又是非常非常的弱 那我們對於這個有限電視的系統平台的規範是說 今天你只要一個公司 但是他擁有的全國的訂戶數不超過三分之一 那法律上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呢 蔡英明就說我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啊 所以一直主要說政府你要依法行政 可是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說 好 你訂戶數沒有超過三分之一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是你的跨媒體的集中度 跟你的媒體的影響力 是不是我們的主管機關為了維護我剛剛所講的這些公共利益 主管機關可以允許你進行這樣的詬病呢 因為我們的有限廣播電視法也說 有限廣播電視基本上它其實是一個特許行業 他要經過政府的審查跟許可 然後呢我想蔡英明他可能也沒有注意到是說 你今天一直說我是本土我愛台灣 可是你明明用的是一個外國公司的身份來投資 那也涉及我們的有限廣播電視法的第23條 針對外國人投資呢 如果我們認為說他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有不利的影響的時候 其實NC連審都不要審 直接駁回就好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從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對於媒體集中的一些疑慮跟證據 去論證說到底這樣的一個構平案的結果 是不是會對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帶來不利的影響 那其實相關的證據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認為說旺中安本身 他其實就是一個照妖境 他照出來我們現在整個新聞專業 向下沉淪的一個問題 那也照出了就是說 在我們很多這個政策不明 法律工具不足的情況呢 財團的力量不斷的向上提升 可是呢我們的政府呢 卻一而再再而三的 然後不作為 包括其實有些電視平台壟斷 這是一個業界長期都知道的問題 那我們有公平法 我們有有限電視法 我們有NCC這些主管機關 他們都在幹什麼 老實說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 我們針對數位化 如果認為說數位化是可以去 某種程度改善這個 我們的收視品質的一個政策的話 老實說這個政策 進展也是遲遲不前的 好 我的時間到了對不對 好那我想最後談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台灣 對於傳播內容管制的困境 那我們在我們的藍圖裡面 我們提出來 如果我們認為媒體自律不可行 國家管制 國家管制 又不可違的話 是不是把公民社會的力量加入來 跟國家跟這個媒體一起進行這個共管 那這是一個我們對內容 思考的方向 好 那第二個 這個有限電視的結構怎麼辦呢 那如果說平台業者 他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平台業者 他的影響力 急於所有 可以在他這個平台上面播送的內容 那我們能不能用一個平台中立的原則 那在最近的個案裡面 其實出現非常多的思考跟建議 我覺得其實都是我們這個社會 可以繼續討論的 那一個比較簡單的原則是 NCC他在處理之前 另外一個有限電視系統的詬病案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原則說 你今天經營有限電視的平台 你就不要去經營那些新聞跟財經頻道 那如果同理可證的話 其實望中也不要買有限電視系統 因為他已經有中天了嘛 那第二個 那我們是不是乾脆就讓平台的業者 跟頻道的業者完全切割 台灣今天這些企業 你如果要來經營台灣的有限電視的平台 你就完全不要去碰頻道 因為這樣可以避免你在這個頻道的經營上面 是不是這樣 會言以待人關於律集 會保護自己的利益 那再來還有一個 一個更積極的主張 這個是楓老師提的 那我們是不是乾脆 既然平台它是就像這個我們的民生基本地區 就像水一樣 那我們這個管道是不是就讓它整併成一家 甚至於是說那乾脆我們國家就來經營 然後呢你這個平台 一方面平台中立 那第二個你想受壟斷權利的人呢 就要負擔相對的義務 你要提拨基金來改善內容的品質 可是你不可以直接去影響 還有控有這些內容的產業 那另外一個在我們現在匯流的時代 是不是跟其他的這個媒體的平台 可以去做公平競爭 因為我們現在有新的媒體平台 一個是MOD 或另外一個是數位的平台 那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在針對這個 這個匯流時候的這種有線電視的 平台的一些思維 那我認為其實這幾項都是一個 可以去解決 解決目前困境的一些方案 那都還可以再去做討論 那再來第三個 回到我們的政府的問題 那NCC的獨立性 或者他在審查這些個案的時候 其實他的標準 那他的程序其實都是非常不明確 跟不透明的 那甚至於其實我們要來講說 如果我們講說這個所謂的三分之一的 這個市場佔有率 我們的政府他是連最基本去做 產業調查的能力跟權利 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蔡英說 我們沒有到三分之一 可是其實最近很多證據不斷出來說 你台南的系統跟你高雄的系統 其實你的佔有率 算一算加上來其實是超過三分之一的 可是他一個根本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產業資訊不透明 我們政府沒有能力去調查 我們政府也不做調查的情況之下 那政府他怎麼樣來做這個媒體的結構的管制呢 那這可能又是一個更前提的一個 一個能力的基本的問題 好 那抱歉我可能多用了一點時間 那我的報告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還可以一起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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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